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作者王小波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看到东方杂志一期上 王立雄先生的大作《渴望堕落》 觉得很有趣 我同意王先生的一些论点 但是在本质上 我站在王先生的对立面上 持反对王先生的态度 我喜欢王先生直言不讳的文风 只可惜那种严肃的比调是我学不来的 如王先生所言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道德职守 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 正在匹下去 具体的表现是 言语粗俗 放弃理想 厚颜无耻 亵渎神圣 我认为 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应当斯文些 关心的事情也该和大众有些区别 不过 这些事对于知识分子只是未解 他真正的职责在于 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 而这种贡献 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 甚至可以说 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举例来说 达尔文先生在基督教社会里提出了进化论 所以有好多人说他不道德 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说 一个科学理论 你只能说他对不对 不能拿道德来评说 但假若你是个教士 必然要说达尔文亵渎神圣 鉴于这个情况 我认为满脑子神圣教条的人 只一座教士 不适于做知识分子 最起码不适于当一流的知识分子 倘若有人说 对于科学家来说 科学就是神圣的 我也不同意 我的一位老师说过 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识 经历过若干个阶段 首先 视科学如洪水猛兽 故而砍电杆回铁路 继而视科学如巫术 以为学会几个法门 就可以船间泡利 后来就视科学为神圣的宗教 拜倒在他面前 他老人家成为一位 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后 才体会到科学 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我认为 他最后的体会是对的 对于每个知识分子而言 他毕生从事的事业 只能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而不是丙礼膜拜 爱因斯坦身为物理学家 却不认为牛顿力学神圣 所以才有了相对论 这个例子说明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知识不神圣 我用的字眼是 真实 可信 完美 到此为止 而不是知识的东西更不神圣 所以 对一位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 亵渎神圣本身不是罪名 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二 知识分子罪名之二 厚颜无耻 另一个问题是 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比别人更知识 过去在西方社会里 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很可耻的 计算机科学的电机人图林先生 就是个同性恋者 败露后自杀了 死时正在有作为的年龄 据说柴科夫斯基也是这样死的 按王先生的标准 这该算是知识借用吧 但我要是生于这两个先生的年代 并且认识他们 就会劝他们无耻地活下去 我这样做 是出于对科学和音乐的热爱 在一个社会里 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 是不是该成为知识分子的经科玉律呢 我认为这是可以存疑的 当年罗素先生 在纽约教书 有学生问他对同性恋有何看法 他用他那颗伟大学者的头脑考虑后 回答了 这回答流传了出去 招来一些 媒圣文化的老太太告了他一状 说他毁道毁淫 害得他老人家失去了教习 灰头土脸地回英格兰去 这个故事说明的是 不能强求知识分子 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 这是向下拉齐 除了价值观的基本方面 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 应该有点独特的地方 举例来说 画家画国体模特 和小流氓爬女玉石窗户 不可以等量器官 虽然在表面上 这两种行为有点像 王先生所举的知识分子的罪名 都是从价值观 或者道德方面来说的 我觉得多少带点 宋明理学或者宗教的气味 至于说知识分子言语粗俗 举的例子是电视片中的人物 或者是电影明星 我以为这些人物不典型 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怀疑 假如有老外问我 中国哪些人学识渊博 有独立见解 我输出影星歌星的名字 那我喝的肯定不止二两了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 引起了王先生很大的忧虑 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 还说人家干什么 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 为此不得不受点穷 而非特意的喜欢熬穷 假如碍于清贫 爱于住筒子楼 爱于营养不良 是好品格 恐怕是有点变态 所谓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和自己过不去 就是和爹娘过不去 再说咱们还有妻子儿女 王先生文章里提到的人物 主要是作家 我举这些例子 竟是科学家 或许显得有点文不对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 但是他们的事业透明度更大 字人人识 话人人懂 所以格外倒霉 我认为 在知识分子大家庭里 他们最值得同情 也最需要大家帮助 我听说有位老先生 对贾平蛙先生的废都 有如下评价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 老先生言重了 真正的妖孽是 康生姚维元之辈 只不过他们猖狂时 来头甚大 谁也惹不起 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 大概还是那种人物 像这样的话 我们该攒着 见到那种人再说 科学家维纳认为 人在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 一类如棋手 成败由他的最坏状态决定 也就是说 一举里只要犯了错误 就全完了 还有一类如发明家 只要有一天状态好 做成了发明就成功了 在此之前 犯了多少次糊涂都可以 贾先生从事的最后一类工作 就算废都没写好 将来还可以写出好书 这样看问题 才是知识分子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王先生说 知识分子会腐化社会 我认为是对的 姚文元也算个知识分子 却喜欢咬别的知识分子 带动大家互相咬 弄得大家都像野狗 他就是这样腐化了社会 四 知识分子的真实罪孽 如果让我来说 中国知识分子的罪状 我也能举出一堆 同类相残 内心压抑 口是心非 不过这样说话是不对的 首先不该对别人烂作价值判断 其次说话要有凭据 所以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我认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 只在一方面欠缺 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 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 以人口比例来算 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 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 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们劝年轻人 从事学术时总要说 要耐得住寂寞 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 除了家徒四壁 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 这让人怎么个嗷法吗 在文学方面 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 中国作家已经痞掉了 从语言到思想 不比大众高明 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 我认为是不对的 没有杜拉斯 没有昆德拉 只有王硕的调侃小说 顺便说一句 我认为 王硕的小说挺好看 但要说 那就是当代经典 则是我万难接受 万难领会的 痞是不好的 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 真正的原因是贫乏 没有感性的天才 就不会有 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 没有犀利的解析 也就没有昆德拉 作家想要写出 不同流俗之作 自己的头脑 就要在感性和理性 两方面再丰富些 而不是故作清高 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国的作家朋友 只要提高文学修养 还大有机会 就算遇到挫折 还可以从头开始 是吗